我是想说 你 你 不必对所有人都那样 你知不知道 他们好多人来此 心思根本就不在茶道上 所以别人的心思如何 难道挫萨我吗 如果因为貌美 便不能做我喜爱之事 不可赚我可赚之欠 高大人认为这公平吗 我何尝不知道底下这几位 是什么心思 原以为高大人今日来 能以不同之貌出现 很可惜 看来高大人上次回去 并没有改变对我的看法 既然如此 高大人和底下这几位 又有什么区别呢 是 玉娘 或许是我的思想过于成就了 但我 我就是看不惯他们打着茶道的皇子 来看你 是 你没错 我不该把责任归于你 但无论如何 你也不能为了置气 就不对自己的后半辈子负责呀 你也不能为了置气